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头评述 时间是个神 老过礼班日 时间是个神呢 其实他 我以为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大 有朋友说 时间不能叫说 时间是个神 时间是神 如果你愿意能分那么相 就是你能够有那种认识的话 有那种感悟的话 我个人觉得也不拒绝 我个人觉得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我们举个罪 有些人不一定信 因为当你承认时间是个神的时候 是讲着人的今天一切 人今天我们生活中的一切 你都无力抗争 无力抗拒时间本身 在这个空间的存在 你无力抗拒 如果你明白真正痛彻这个道理的话 你就不会去争持 你不会去努力 咱讲的是道理 咱讲的是道理 那今天你当落在这个环境中的时候 你一定会争持 你一定会努力 你一定会努力 我不忘了 这可以查这个 这中间 如果亚当自己觉得寂寞 跟神提出条件 神给他造个女人 跟神看他寂寞 给他造个女人 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完全是两码事儿 我给你举个例子 风神演义里面 原始天尊的十二金门 他的十二个徒弟 江子雅可不是他的十二金门 原始天尊的十二金门 没有一个去问师父的 没有一个去问师父的 都是师父让他干嘛 而且这些徒弟们到了师父 他也没问 他就 我们能够看到比较多的话 就是广城子去找过老子 和找过这个通天教主 但晚辈的 到了洞府门前 都不敢敲门 没有一个敢敲门的 在外头等着 在外头等着 孙悟空 西游记里面讲的一样 孙悟空去找这个菩提老祖的时候 到了门口在树上蹲着 他也不敢进去 生命是有境界的 境界 低等 比这境界差的 必须是尊重的 是恭候的 是尊重的 是恭候 那在这里面 在这种含义中 在这种生命前后的这种结构中 还包含着时间在其中的作用 就像西游记里面讲的 天 开天辟地 对应着子丑阴谋 子丑阴谋 讲的开天辟地 正好十二个 对应着人们一天的时辰就是子丑阴谋 人们一年的时辰是十二个月 人有十二个属性 原始天尊有十二个弟子 这个耶稣也有十二个门人 但耶稣这十二个门人里头 出了一个贪财的 对吧 这个但是原始天尊里头没有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概念 所以这十二门人其实后来就被人被后来的人称为就像神一样 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在原始天尊的十二门人里面 我们后来知道的三个四个大菩萨里头 三个都是他的门想 但他到了菩萨 对不对 他到了菩萨 那我讲了什么意思 就是当初神在产生夏娃 在产生夏娃的时候 就是从亚当身上抽了一根肋骨 他的物质的本身 他最原始的生命的物质的本身 就比亚当低 他是以亚当为基础的 而亚当不是 亚当是当初神用认可的东西造的 两个物质的本身 有着本质的差距 所以这个女人一造出来 他自身就带有妒忌 自身就带有贪婪 贪婪是他生命的本来 当中含的 妒忌也是他生命的本来当中含的 那今天人们的贪心 是追溯到内上 你就可以追溯到哪 他的生命的本来 而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他是个载体 那贪心一出来 想跟神一样 被毁了之后第一念头 这个女人想男人 下娃 吃完 咬了一口 没说他咬两口啊 没说把果子都吃了 还咬了一口 他看见亚当 他就受不了了 万恶 银为首 银是贪婪当中的 贪婪出世之后的第一反应 但是神产生他们的地方 不允许他们玷污那地方 就给他们打出了伊甸园 他们离开了伊甸园 神把生 就是生命之门 给保护起来 等于他的死 所以神说 你吃了那个就死了 他怎么死了 男女睡在一块儿 生孩子 就死了 所以他这是生命来种 没有对男女有什么 我个人如果有轮回转世的话 只不定脱生过多少辈子女人 当你脱生成女人的时候 你里面就含有当初 就是如果你执着人的这面 你超越不了 你没有认识的话 那你就当初神造夏娃时 出了什么生命特点 你身上就有 女人一定是贪财的 女人一定是诱惑的 你看 那妓院全世界到处都是 自古就有 人说有开压电的 没听说压电到处都是的 有 他是有这么原因的 这是一个环境 这就是人的环境 没有什么谁对谁错 那他干嘛是 他是给 如果有魂魄的话 魂魄进去 从中遭此苦难 你只要一脱生就苦了 所以我觉得就能解 你这样理解下来 就能解释 为什么孩子一出生 他哭 他不是乐 这是我们早期节目 我就跟大家解释 他哭 他不是乐 就是原因就在这 人一出生 魂魄就死了 因为他在异点缘之下 跟神隔开了 再也回不去了 因为神把生命之门 给弄起来 所以只能 有师父帮你 只能有信仰 指引你 而那个师父 是远远超越于 人能认识的空间 才能帮上你 纽约时报 一篇报道 文章听这么说 华为所有权 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到底是私企 还是国企 我其实没注意到 这篇文章 那没注意到 这篇文章 它是在推特上 纽约时报 在推特上推出来 它说 本来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结果放在华为身上 变成了很复杂的问题 本来回答问题 也很简单 那我第一时间 我也觉得很简单 那女的是不是 你媳妇 不就是所有权吗 那男的是不是 你先生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吗 我们没登记 后来呢 住在一块的 同居 对不对 花钱买的 妓女 妓男 他就这么个关系吗 说偷的 暗恋 岁数没到 早恋 他都有个词 很简单的事 这东西是不是你的呀 他说不清楚 什么时候说不清楚 你朋友跟你回家 跟你媳妇说 你朋友回家跟你媳妇说 这媳妇有问题 朋友有问题 朋友跟你媳妇打电话 你先生昨天晚上 我看他干嘛去了 牵手牵手 他没干别的 你立刻就想 你的肚子 你的不接受 你的一切生命 本来的东西就被唤醒了 你也可以不睡觉 你很精神 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那先生回来了 说 你牵手来的 哦 我是 啥动物园 那猴挺好的 牵牵猴的手 你把他扯了 这是 他一定就把这事给 一定要演了 但老爷爷 你啥动物园干什么 哎呀 我心里烦呢 烦什么呀 我烦生命的来源 你这不是有病 他就开始给你编故事 这就是华为 这就是华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